第二个事就是我们的旅行花费的问题 这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非常关心的 也有朋友私信我来问我这个问题 今天就在这里统一回答了 我们今天就准备离开复运县前往喀拉斯方向的 然后现在准备去做个核酸 对因为复运县和波尔金县虽然都属于阿罗泰地区 但是两个地方相隔还是挺远的 以防万一还是提前做一个 对的 我感觉如果没有核酸 简直心慌慌的 做了核酸简直就是神仙附体 对到了就不怕了是吧 对对对 现在这个核酸简直太重要了 没有24小时核酸 至少都要有48小时核酸 那前面就是医院呢 走吧 这边测核酸是要到门诊来缴费的 然后还给我们建那档 这个是门诊卡 测核酸的费用是3块5 在那一边核酸采集点 到了医院都要戴口罩 我们到了吃早餐的地方 点的牛奶 这边的牛奶非常的纯正 毛毛哥如果是空腹喝牛奶的话 他一定会拉肚子的 但是到这边喝这边的牛奶喝了几次了 都没有问题 非常非常的香 哇很浓郁 来看一下 这边剩产牛奶嘛 先吃吧 先吃吧 那个老板去给我买糖呢 他居然这边的牛奶都没有白糖的 先吃 吃一下这个小车吧 这边屋下还是挺高的 这种包子那么小的 不小的包 两块钱一个 这包子你不要吃了 你吃不来的 羊肉味的 对 两兆味很重的 我本来就没点 我点的是饼子 谢谢 要不了那么多 加一点就可以了 你要加吗 我不要 我觉得牛奶最好喝 还是要加糖才好喝呀 最好喝的牛奶就是旺仔牛奶 旺仔牛奶就是甜的 感觉加了糖之后 这个牛奶又生化了 更好喝了 毛毛哥的饼来了 看一下 这个新鲜做的 挺漂亮的饼 拿去吧 我不吃 我吃饱了 我两个包子就可以了 我们东西收拾好了 现在就准备出发了 把这些杂物 全部堆进车里面去 每天换城市 都是大包小包的 我那个天太多了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东西 哇塞 全部都是我们的线 设备太多了 电子设备太多了 那就司机上车出发了 出发前再看一下 这座非常美丽的城市 是在新疆北部 阿尔泰地区 我们就正式上路了 正好在这里给大家汇报两个事儿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旅行路线有所改变 我们以前都是全高速的 但是自从走了乌鲁木齐到富裕线这一段国道之后 我们决定以后只要有国道的地方都走国道 没有国道的时候再走高速 国道实在是太漂亮了 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 看到美好的风景可以随时停下来 第二个事儿就是我们的旅行花费的问题 这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非常关心的 也有朋友私信我来问我这个问题 今天就在这里统一回答了 因为今天正好是我们还中国行的第61天 切止到昨天为止是60天 这是一个非常好计算的事 所以说昨天我就叫毛毛哥 给我列了一个消费清单 在这里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这60天有12天是在四川 然后有28天在甘肃 进入新疆市有20天了 所以说这个清单主要包括的是吃穿住行 这也是大概就是旅行过程当中花费最多的 然后我先从住宿开始说 我们的住宿是花了6785 这个住宿没到新疆之前是爽歪歪的 因为平均每一天就是7080 但是到了新疆之后 这个费用基本是翻翻了 像我们到富云县的酒店就是200左右了 然后听说再往后面走的话会越来越贵 所以说平均下来 差不多目前为止是100块多一点 但是后面肯定就会更高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交通费 交通费主要包括的就是油费和高速公路的费用 当然还有少量的停车费 但是我们这一路过来找的酒店 基本上都是尽量找那种包含了停车费的 只有在东黄那个酒店是没有停车费的 但是也不胜贵 20块钱一天 然后这一部分的费用是5018块4毛1 还是比较精确的 毛毛哥的那个账单比较精确 然后第三个费用是景区的门票 我们大大小小收费的景区 免费的景区 一共玩了30多个 这一块的花费是4276毛9 这个4276毛9 那6毛9怎么来的呀 毛毛哥 景区会有零钱呀 景区门票费吗 对呀 可能网上支付的时候 有些支付平台 它有几毛一块多的这种优惠吧 哦这样的 所以说如果可以在网上订的 就在网上订多少会有一些优惠的 对吧 然后第四个大的开支是吃饭 因为我们俩的饭粮的微墙非常小嘛 所以说一共只花了4855块6 这个吃饭还可以呀 一天连100块都没有 平均下来才80多 但是除了吃饭之外 居然还有一个其他的花销 这个花销是4662块8毛4 四分都来了 我问了一下毛毛哥 这个是什么开支 他跟我说是买了一些零食 水呀 水果呀 逛超市之类的 综合的这些钱 这个费用还是挺高的呀 这样算下来 我们的那个杂鸡杂粑的费用 加上吃饭的钱 就是吃这一块嘛 大部分大概率是花了9000块 9000块还可以哈 一天150 就是吃饭加零食嘛 水果之类的 那么以上的总计是25598块7毛5 这样平均算下来 一个月就是12500左右 我们两个人平均的嘛 一个人一个月 花费大概就是6000多一点 这样算下来还可以哈 不知道有没有符合大家的心理预计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那么还有就是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知道的其他的问题 也可以私信我 或者在我的评论区留言 我有时间的话 就给大家录视频统一回复大家 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这国道上的风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